赵丽颖和林更新主演的古装神话剧与奉行定当 3月18日晚黄金档开播 下面来先赌为快吧 1.沈黎吻别行云 沈黎赵丽颖是伸手扶其躺倒在地上 嘴角流着血的行云 然后给她一个抱头吻 沈穆月曾离世提醒沈黎 行云只不过是一介凡人 身骁神允 忘却前程不过是百十年间的事 何必为了她浪费五百年修为 最多不过一两年 这个凡人就会将沈黎给忘记了 那时候她的心意岂不是腹之东流 知道吗 沈黎回想起跟行云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觉得很多事情无关乎值不值的 只在于愿不愿意 于是沈黎眼里擒着的泪珠一颗颗滚落下来 她选择为了达成心愿而赴汤岛火 在所不辞 真可未享受一汪苦水 甘愿沉默不知返 至于行空于念 无常难参破 如谁意 怎的 啊 沈黎与行云初时 避藏王一把拽住行云的衣服 说自己名叫沈黎 行云灵更新是并不害怕 笑嘻嘻地说 这名字听起来不像个女人 沈黎指出 行云也不像的男人啊 行云注视着她 说那正好啊 她让她一 会相处愉快的 沈黎瞪着她说 那可不一定 她脸皮太厚了 行云摇摇头 微笑着说 还差点火候 三 沈黎与行云的凡间生活 行云手里蹲着一壶茶水 让沈黎帮她把院子里那个大水缸给换个地方 沈黎力气很大 很轻松就举起那口大缸 问放哪里呀 行云落座后 很悠闲地煮着茶 随便一直说放那边吧 看着好看一点 等到水缸落地 行云看了看 说不太理想 再换个位置吧 搁到那边而去 然后她离墙壁远一点 小心别弄碎了 沈黎就抓起大水缸在院落里走了一段路 心想着的男人一点也不知道脸相惜语 还这么挑剔 就问 有完没完 行云这才看出来 沈黎不高兴了 就赶忙伸手捂着自己的头甲装头疼了 沈黎见状 一用力将水缸高泡空中甩出院落 落在很远的一处草地上 不过 缸并没有烂掉 没过多久 沈黎说 柴皮好了 柜子也擦好了 长铺重新扑了一遍 她还想让她干什么 坐在椅子上休息的行云说 既然她这么大方 那她就直说了 沈黎手里拎起一把斧头 说反正她的胳膊是她弄断的 她负责到底 所以 尽管说吧 行云看了看 实在想不起来还有什么家务活要干了 就说这院子里的落叶要扫一下 沈黎拿起扫把就照做了 行云却说 且慢 平时这院子里的落叶 她都是用手捡起来的 不能用扫把 沈黎一把将扫把抛扔高空 好巧不巧 这扫把落地时 正好落在刚才那口水缸里 行云仰头看了看 问怎么又给扔大了 已经没有什么了 沈黎问 她坐在这儿无事可做 就故意折腾她是不是 她知道她这些日子使唤的人是谁吗 四 在厨房里 行云看到菜刀自动会切菜 就惊讶地问沈黎 她使唤的是谁 看到行云伸手去拿起一片红萝卜 沈黎问她又想干嘛 行云一转身一扭头 胳膊正好触碰到沈黎的胸口 两人顿时都感觉身体有些异样 就互相注视着确实也没动 看到沈黎突然脸颊飞红 行云这才退后两步 为了避免尴尬 赶忙夸在手里这红萝卜丝切得真好 沈黎心想 自己堂堂必仓亡 竟然因为一个凡人而脸红了 沈黎赶忙跑去河边 用河水照看一个自身 冷却一下活热的心许 不一会儿 行云端着饭时走到院落门口 喊了一声让她回来吃饭了 看到门口的行云文质彬彬的 沈黎想起了自己之前当王爷时候 大家不是问她伤口好了吗 就是催她快去练兵 还要跟着王爷一起干仗去 比武去 可从来没有人试过另一种搭配 把沈黎的名字和那么日常的吃饭了三个字加在一起 行云这还是第一次 因此 沈黎说 自己对一个人动了心 身边人不乐意地看向了行云 问王爷所讲的 可是眼前这个废物 思 沈黎表白行云 偶然似乎是注定 沈黎走近行云 问她也不看看 站在她面前的是谁 行云正在愣神 说知道是沈大王 沈黎却一把抓住她的衣襟 抬起脚伸手揽着她的头 柔声而语道 她姐听好了 她要通知她一件事 她也抹是看上她了 此话一出 两人都微笑 然后近距离对视片刻 浓情蜜意地 在这营火虫飞舞的夜晚 在这令人心旷神疑的院落 可是美好甜蜜相处很短暂 她担负着守护天外天的重任 沈黎要守护子民 与恶势力作斗争 湛王东海已成全大意 两人不得不生离死别 竟没与彼此眼中那深深眷恋 邓科导演的电视剧 与凤行根据九路飞香小说 本王在此改编 大家看了以上的先导片 感觉如何 此一事 只有与他才算作成全 对地仓王这一吻 不惜抹去五百年修为 又会有什么看法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